在这偶像萌发的季节里 我们SNH48少女天团们又有新动向哦 3月30日由新H队成员亲历演绎的 New Edge Stars公演首秀在新萌志愿盛大起目 此次公演成员们演绎了多首往期公演的经典曲目 虽然新H队加入了新的成员 也有了不少00后成员 但是我们的赛娜和公主们却团魂依旧 超然的公演现场不仅让粉丝朋友们了解到了新H队的成长 更感受到了他们团结一致的决心与能量 我觉得其实我们整个队伍都磨合的挺好的吧 因为感觉大家因为可能在之前通告的时候就已经有认识过了 然后再进一步在一个队里面排练或者什么样子 然后每天都待在一起的时间还蛮长的 然后感觉大家的性格都还蛮合得来的 感觉大家很快就成为了好朋友的样子 可能会担心就是比如说年龄差的问题可能有的时候 没有 我就没有那么觉得 其实没有差很多 其实没有差很多 就是有一点点可能就是可能话题聊不到一起去 就是没有想到就是跟大家就是完全默契 瞧瞧这公演舞台就是默契十足啊 成员们一个个化身为元气少女热力开场 在我们的风中一起手牵手共同Brand New Love 我们就是彼此的万有引力 追梦少女们一起肩并肩走下去 一遍牵着我三遍 将此独只会在这里相遇 就算看不见也能感受到我们也在一起 我们也在一起 是这种地固定 就算这故事还没有结局 总有一天彼此还得有默契 不管现在还有什么的感受 也要继续前往 想要一个实现着我的地方 不管 困难 到底是什么模样 我将好的情风 继续折花和倔强 不管 现在会有多数人阻碍 也要找到前方 像中博的嘴唇 这么完美的舞台 你一定看不出我们的丽娜同学是带伤上阵的吧 身为队长的娜娜一直以来都希望能够以身作则 但是也希望娜娜一定要好好照顾自己的身体哦 不然粉丝们可是会心疼的 希望娜娜赶紧养好身体 也期待全新的H队发光发亮 上海报道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